神从来不会错 这个观念你必须要有在你的心里面 神从来不会出错的 如果神出错我们的信仰就摇动了 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亚伯拉罕对他的少年说 你们和女在此等候 我和男同往那里敬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饭祭的财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和刀 然后你是两人二人同行 圣经里面这么讲 我已从此往那里敬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离开他苦人的之前 他说过这样的火 所以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相信神能够供应 我带孩子去 我一定会把这个以撒带回来的 这不只是一个无心的一个预言啊 前面我找点光猪鸟 信心你要相信 我举例了今天早上我们还没有来这里 十二点半来吃的时候下很大很大的雨 我做一个乌龙的事情 我忘记拿我的奖章 我放在家里 我拿雨伞回去 冒很大的雨 我的衣服都是 广风里面都看到 我衣服都是走回去 又走回来 再走回来的时候 我向着天 我望着天 我说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命令雨庭 因为神的百姓要在这里敬拜 我走到回来到这里教会的时候 我打开窗口来看的时候 雨 一地雨也没有了 拍手给上一道道 所以我不是需要告诉你 我有过莫的虔诚 我有过莫大的信心 没有 这跟我的虔诚和我的信心无关 我只相信神是听祷告的神 我打开窗口来看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愿意 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 兄弟们 神 我们必须强调 讲这句话 是处以确定 不是无形的预言 是亦律不移的信心所具有的把握 相信神必介入包拳祂的儿子 如果需要过 至少让祂从死里复活 我们现在看 神必须遵守祂的诺言 虽然祂要求你去做一件 似乎 至于你死定的事情 只要你敢去做 你将会发现自己 不但获得神的应语 也获得惯女和神爱的标志 阿们 所以 今天你生命中需要突破 你生命中需要很大的突破 所以亚伯拉罕的举动影响了他的儿子 以撒感受了父亲的灵 灵啊 别人讲可能你不知道 别人讲你觉得 哎呀只是这么样而已 如果神有错 最冤枉的就是以撒 就这么太差就完掉了 但是 神让以撒也看到 神让亚伯拉罕也看到 以撒从 在那个经历过后 他当人家讲 哎呀呀 亚伯拉罕的神都是假神来 他会站出来讲 你不要告诉我 父亲的神是假神 我父亲的神是 真正正到的程度 他要把我献给他 然后我又活起来 我仍然活在你当中 因为神是可怕 可畏 并且可信的 哈利路亚 这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父亲的信仰 影响儿子的生命 今天以上会相信 延续他父亲的信仰 因为他看到父亲的神 是一个可信 并且守承诺的神 阿们 所以 你的生命能够影响 亚伯拉罕必须亲手 杀掉他的爱子 这个以撒亲眼看到 最后一刻 他的父亲拿着刀 要刺向他 就算 从死里复活的以撒 如果不是上帝 在他生命里面做功 他也 永远不会忘记 也会恨痛他的父亲 我的父亲 竟然恒心要把我杀死 献给上帝 但是 以上没有这么悲观 没有这么 negative 那么叫做 消极负面的 受公使 我现在再加上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